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圣堂的阴影 神探敌人结传 今天咱们讲第十一回 成功法则 客殿双尸案的第四集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跟着掌柜走北京 上一回 上一回咱们说到案子突然复杂了 因为死的两个人中有了一个陌生人 而另一个人失踪了 敌人结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想起另一个人的衣着 我想起来了 另一个死的人也是客伤模样 也是客伤衣着 所以因为这个赵老板当时才没有看出来 按理说他们开店的 对人的衣服饰样是很看重的 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哪个开饭店的也是一眼就看重别人的衣着 所以敌人结说 我断定另一个死的人也是客伤 敌人结越说越兴奋 洪亮你今天夜里辛苦辛苦 衙门的其他人也都辛苦辛苦 去周围的旅店找给我找 找另一个死者的线索 我觉得咱们不至于哪条线都搭不上 洪亮听敌人结说完也兴奋起来 大人我明白了 很可能他们两拨人是遇在一起的 既然都走得那么早 他们要么都是本地人 要么就是住在咱们镇上 而且他如果是商人 很可能随身有货物 那就太好了 敌人结说的 如果这贼有货压在身上 就好办了 大人 对 只要他有货在身 走不远 他一定得先把货卖出去 然后再走 找到客店 我们就知道他身上有没有货 有什么货 这人有货压在身上 就好找了 快去 是吧 把另一个死人 把他找出来 他是谁 第二天 让人非常失望 因为 什么也没有找出来 整个这一带都嚷嚷动了 寻找一个黑牙人 江湖上 也在四处寻找 第三天 第四天 仍然 没有任何消息 其实没有消息 对于敌大人来说 那就是最大的好消息 确实 没有找到凶手 可是似乎 也没有人来报案 直到第五天 帝宝刘二突然来求见敌人节 刘二很神秘的告诉敌人节 我知道 另一个死人的线索 这个死的人也是客商 前一天 这个人就住在王家店 这几天 班头到处都在询问 王家店的掌柜就没敢说 害怕牵连自己 但是眼看着这件事的风头越来越紧 后来王掌柜就犯嘀咕 偷偷的来找到刘二 问刘二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他跟刘二说 那天早上 他的这个客人也走得很早 后来他听说出事了就去看 这一看的是两个死尸 就没想到 这个会是他店里的客人 因为在上边的那个死尸 他也认识 是吧 这个人他也认识 这是往来的本地的大客户 他和赵家店有竞争关系的 这个时候 王掌柜巴不得赵家店出事 于是就没有觉得这件事 跟自己有关 还向刘二报告 说这俩客人都是赵家店的 可是等到验尸的时候 听说第二个人不对 他才注意一看 发现坏了 是自己店里的客人 晚上就有人 就有衙门的人到店里来问 这王掌柜就害怕了 就不敢说了 刘二说 之所以王掌柜没有认出这个客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客人离开店的时候 是赶着一辆马车的 车上全是残屍 而死的人随身没有车子 也没有货 所以王掌柜一开始没有认出来 敌人杰一句话都没说 沉思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 这个时候班头们就都聚来了 在外边等着呢 敌人杰经过沉思 突然站起来 一连四个命令 第一 立刻捕 抓捕王掌柜 刘二 你跟着去 然后扶尔过来 你如此这般 跟王掌柜说 然后把王掌柜 在监狱里单独关押 让他跟谁都别接触 大家都愿意执行这样的命令 是吧 抓一个富人进牢 到牢里关着 这活跟你说 所有牙医都愿意干 因为讹人的时候来了 第二个 立刻去通知周围的驻军 撤销港上 告诉他们 案犯已经落网 就是王掌柜干的 第三通知江湖 跟黑道朋友说 搞错了 是吧 不是外来的贼人 就是咱本地的王掌柜 贪财杀人 现在呢 现在王掌柜已经抓到 已经被捕了 然后第四个命令 在县衙门口 给我贴个告示 三天以后 审理王掌柜杀人案 没等到中末 四个班头 就把这事办了 回来了 驻军 给驻军的消息 也送出去了 江湖的朋友 现在也都知道了 各处陆续都会停止搜捕 敌人节下了第五个命令 走 每个人一个市场 去干嘛 去扫货 去买货去 今天 大家就放出风去 有个并州大老板 要收购大量蚕丝 出口西 明天 四个班头跟着我 咱们一起到周边市场挨个去收蚕丝 就这么简单 两天以后 经过一场激烈的 但是毫无悬念的打斗 案犯 黑牙人 落网 客电双尸案 成功告破 案犯 讲述了全部的作案过程 是吧 他携带了 他遇到了那个携带了大量现金的客户客商 然后呢 然后骗取了对方的信任 冒充要给他当保镖 护送 那就是准备在这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这个客商杀了 杀人劫财 可是作案的时候 不巧 遇到了一个路过的另一个商人 情急之下 他又杀了第二个人 也是见财 见财则迷 他竟然带走了第二个客人的一车祸 还有一件事 让这件原本神不知鬼不觉的事 东窗事发 那就是 就在这个时候 地保刘二意外的出现在现场 晚上赌钱 输了钱 刘二一大早回家的时候 路过了现场 导致案犯急忙驾车逃跑 就没有能够处理这两具尸体 否则 如果他把这两具尸体搬上车 找个偏僻的地方掩埋起来 或者干脆找个没人的山沟扔 这件事不至于这么快 就暴露 结案以后 没多久 敌人节就接到一个报案 果然没过多久 那个另一个死的商人 就住王掌店里 王掌柜店里的商人的家属 就找来了 好悬是不是 差一点 这就变成一件无法侦破 而又必须侦破的案件 如果不是现在 把敌人节 抓住了这黑牙人 当时如果放过了这个案子 现在有死者家属来报案了 敌人节那个时候就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 你明白 敌人节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最后 为什么要抓这王掌柜 又为什么去收蚕丝呢 敌人节是怎么抓住案犯 他的四个命令 抓捕王掌柜 放松周围的追捕 以及四处张贴 告示要审理王掌柜 还有最后的扫货 这是什么意思 跟抓住这个案犯 有什么关系 这个案子 真的是个经典案例 确实发生过 只是说 不是在敌人节身上发生的 是这么回事 案发以后 当时这附近这一带 风声肯定特别紧 你想到处设卡盘查 这么紧的风声 这个惯犯 这是一个惯犯 他一定不会冒险 带着货物逃走 而且这一车残检 也不是说 我找个地儿挖坑能买起来 这个人一定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把货藏起来 然后等着风声过去 风声过去以后 他再把货卖掉 他错就错在 现在太贪婪 其实如果他 他不是这么贪婪 是吧 带着抢到的钱 远走高飞 而不管这一车祸的话 如果是那样的话 抓住他很难 但是贪婪真的 就是这类人的本性 要不是因为贪婪 谁会去杀人呢 哎呀 就是一个人啊 如果你被贪婪所操控 是吧 真的是会做出很多 很蠢的事情 所以判断准了这个案犯的状态 敌人杰就抓住了他的心灵 是吧 抓王掌柜 敌人杰已经和刘二有交代了 不能让刘二得罪人 是吧 哎 王掌柜是知道怎么回事 要是让案犯知道 就是要让案犯知道 风头过去了 哎 有人被抓了 四下也都放出风去了 这个事过去了 那为什么还要三天后 审问王掌柜呢 只有这个罪犯知道 不是王掌柜干的呀 抓错人了呀 所以他知道三天以后 可能审问啊 经过审问以后 一旦发现王掌柜不是案犯 风头可能就又紧了 很可能再次开始对他的搜捕 所以他才会急于把货物出手 然后呢 然后带着全部的钱远走高飞 于是敌人杰开始扫货 利用凶手急于出手货物 谁在这个时候肯用半价出手一整车祸 这人八成就是凶手 敌人杰扫货的时候 真的就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跟着线索就抓到了罪犯 这个故事 探案的过程 大家体会 这种阴谋范 是吧 给罪犯挖坑 同时 敌人杰你看 对刘二的处理 我打了你 我还得让你死心塌地的给我办事 带着伤到处给我去打听 也是阴谋范 很重要的 我相信这个案子办完了以后 叫什么 皆大欢喜 那牙医们肯定都不少赚钱 这就是你跟手下的交往之道 水质 清则 无余 是吧 你不愿意太贪婪 但是你绝对不能说 你手下的人也不能贪 结身自好 这句古训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的写法不对 真的要自己体会 什么叫结身自好 结身自好 就是管好你自己 但是也别挡在别人的道上 这才叫结身自好 中国的探案故事 我觉得应该在世界各种侦探小说中 有一席之地 因为我们的探案故事很独特 我们的故事不怎么逻辑 但是细节中那种对人性 是吧 对别人心理上的那种 那种把控 那种操纵 其实就是掌柜说的阴谋法 很阴谋 这是这种阴谋啊 这是西方侦探小说 绝对达不到的高度 西方是科技 是吧 是是科学的逻辑 加上科学的办法 发现罪犯 我们呢 我们是利用人性 利用人性中的弱点 他们是发现罪犯 我们是玩死罪犯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那种细微处的人际关系 当头的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帮党羽 是吧 怎么让下属心甘情愿的为你加班 是吧 怎么我 我打了你扬了威 然后呢 我还得让你带着伤 高高兴兴的 给我去办事 公安小说 很迷人的 你觉得没什么意思 那是你没读到深处 不是他没意思 是你没读出意思 好了 这个故事 咱们就讲到这里 客店双诗案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全拼 客店双诗案 将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号中刊登文字版 下一回 掌柜给大家讲几个敌人节结党的故事 你看 这是真的 真的历史上敌人节结党的故事 你看故事里 敌人节有那么几个小哥们 是吧 其实在现实中 敌宫的哥们可比这牛 敌宫有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敌人节六人组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团队 下一回我们就讲这敌人节六人组 谢谢大家